归原无二路道只有一个 道就是教就是千门万教 道是只有一个道 所以呢不论是任何宗教啊 你要想要解脱生死的话 就要度来度他来求道 那黄鲁幸子词诞里说呀 福道者由路也行必有境 但道路由远近高下 崎岖明暗之分不同 然而呢道有千条万条 皆非敏捷之路 为今母垂金线一路 金光一线 路通先天一步上达 超气月相直登圣誉 那黄母信子词诫诫呢 是上天的我们灵性的母亲呢 她以无限慈爱的心情啊 为了救度我们这些 在东土迷失的元太佛子 所以呢在西元1940年呢 她在大陆的精一佛堂 万仙菩萨护持之下 然后下到东土 由三财开沙来亲自来教导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能够实透这个天师和运树 那崇德的有一个叫黄金义典传师呢 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 说说有一个前道的典传师 后期忘了是姓什么的典传师了 说这个典传师呢 他在求道之前呢 这个释迦摩尼佛就给他托梦 让他求道 他求道以后呢 释迦摩尼佛就在这个典传师的梦里啊 试现了一张图 就这个图上啊 他画了很多万万曲奇的小路 然后道呢 就是一条直线 那当时呢 典传师还问释迦摩尼佛 说那只有我们求道的人才能回天吗 那释迦摩尼佛就说了 不是这样的 他说他们呢 是要走很远很长的路 所以呢 我们求道 我们得道呢 是走了一个捷径 那在这里呢 后学也分享一段女儿的一个体悟了 女儿 后学女儿呢 她现在是刚满十八岁了 在她还是十岁的时候啊 那时候 求道没多久啊 她有一天她就跟后学说 她妈妈 因为我们去佛堂很远嘛 二十多公里 三十 将近三十公里嘛 都要用GPS 然后 她就跟后学说了 说妈妈你看呢 求道是不是就像是一个GPS啊 那地图上啊 有密密麻麻的都是路 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那GPS呢 却能告诉我们一个最快最近的路 那你如果走错了呢 她还会带你回到正确的路上 那后来呢 呃 她又跟了一句说啊 那GPS啊 要充电 就像我们要经常来佛堂一样 那 在我们道场上呢 有一篇讯文 呃 叫修道GPS 那后学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016年在日本的道场老师林坛批的 那后学女儿的比喻要比老师的信文还要早好几年了 所以呢 这个道呢 是要悟的啊 这后学的女儿也是比较 呃 还比较聪明了 那各个宗教啊 都有就是领导人来求道 我们刚刚说有这个就是回教 就是这个佛教的一个这个呃 星星云大师 那在道场上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佛教的就是呃 一个叫泰国的高僧 他有200多岁啊 他是200好像是235岁啊 求得到 后来现在是归空了 243岁归得空 那这个因为在道场上的比较著名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知道吧 那还有叫回教的长老啊 也有求道 也有这个就神父求道 也是老师度他 那很多的这个这个呃 各个宗教的人呢 都来求道 那这个回教 这个佛教的这个高僧 他求道呢 是因为啊 也是呃 济公老师呢 在他的梦中啊 给他这个托梦 让他呢 就是呃 找这个台湾来的这个人 呃 点传师呢 能给他传道 那当时呢 就是台湾的有个姓詹 詹的点传师呢 然后就知道 就是到泰国的时候 就知道有一位老和尚 说他到底多大年龄 谁都不知道 他说就是很大年龄了 就说呃 也想就是看一下这个呃 一堵这老和尚的法相 那第二来呢 也想借助当地的寺庙呢 能够看看能不能传道啊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就来到了这个寺庙 坐了20多小时的车程了 来到这个地方 那当来到寺庙的时候啊 没想到啊 这个寺庙的门是大开的 然后这个呃 点传师就一行就说啊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呀 后来这个老和尚说呀 说在在在他这个前一晚上啊 那个就就是说啊 呃 这个寄公老师就告诉他 有人传道 原因呢 就是他以前呢 就是其实他在100多岁的时候吧 他就有一回啊 他禅修啊 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 他就是灵魂到各地方去游玩的时候 有一天呢 就是经过了南天门 他想进去的时候呢 南天门的四大金刚挡住了 说那你进不来 他只有说这个得三宝的人才能进来 那老和尚说也不知道什么是得道啊 他说那个呃 就告诉他呀 你回去慢慢等 他100年以后啊 大道会普渡 那后来呢 这个老和尚就有机会呢 能够得了这个道了 那后学看 又收集了一些各个宗教的这个求道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看哦 这个有个老和尚当时求道以后啊 他看了和那些人的合影 有很多 有点传师 还有讲师 一些前嫌 还有呢 泰国的曼谷市的市长 然后还有现任的警察局学校的这个学生 来求道的一个祭司 你可以听得到 能不能 现在上来都很清楚 都没有断线 好好好 那还有这个下一个图呢 有泰国的警察学校的学生 你看这么多的学生啊 这是 这几百 差不多得几百人吧 然后还有你看这个 呃 这是一个一个人 这是正面的啊 一个都是抱着合同 手里抱着合同啊 有三盏灯啊 后面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呢 都来求道 那下面图呢 由缅甸的出家和尚来求道